一开始讲数字的更新 刚刚163个病人已经去了 今早去了Trenton 其实如果安娜有补充就补充 我没有加拿大数据 163个 你已经说了 在国际上去那张Flyer 谢谢 我们那张Flyer就没有了 没有印出来 当时已经上车了 你放一放就好了 OK 你说 不用了 我用了自己情绪 哈哈哈哈 一扭成水就最好 就是开声 Alelis 你是不是想说澳洲和中国的Economic Forecast 不是 无所谓 我只是给你一个例子 即是基本上你不停地讲数据 接着你终于讲 有多少时间左右 总之他们还没来 我们就在那里聊一下 没有的 你就是Economy在那里讲最多 讲5分钟10分钟 OK 好 因为想下半场讲Asian Listers Asian Listers 对啊 下半场 5至10分钟 是吗 Alelis 那Ana 差不多时间的时候 你就手肘 插一下我 不会 我会等你透气的时候 插一下我 OK 那是吧 你坐在那里聊天 你两个人 我们美女真男 他会打吗 他会打吗 他会打 他会打 谢谢 谢谢 因为今次的 阿Ben又在那里聊天 Hello 哈啰 你忘记了阿张 不要 OK 插一下 这张带那边 有没有关系的 衣衣很漂亮 有关系的 真的 这么厉害 好准备啊 好准备啊 不要搅亂 这个还没开的 这件呢 起码三十年之下 没结单的 那一件 很小 他都说 他总之组织了很久 但是 今天这么冬 还很新正 保养得挺好的 我这个 我当时的身材 就回来过一下 不像Michael 一天一日长大 一天一日长大 一天一日进步 大飙大乐都 一天一日进步 我认识他太久了 我认识他太久了 我已经认识他太久了 所以这些 我认识他太久了 Tsch灭 大飙大乐都 日日都知道 我不认识 我认识他 你还没出世 香港的杀牌 宣传 尝识 多快自己不能 无人 單日死了8個月 還說幾個月 由我那十幾分鐘已經由6、7、9、8、9、3、8、2、4 是啊 死了那幾分鐘之內又死了3個月 你看 這個是說今天6點鐘 6pm 你已經 是 什麼 Michael 有數字,Michael 先說吧 好 接頭 是 誰都維持了你 沒所謂 不是 我不出聲 等你叫我 OK 進去 又歡迎各位來到家國生活 今天我們繼續討論上星期同樣的題目 就是武漢肺炎 但是就討論著重於經濟 以及對我們生活有什麼影響 但是還沒說之前就介紹一下嘉賓 有我 阿力燒 在我旁邊 Michael Ma Anna 家王的Anna 還有 Jeff Tam 謝謝 Michael 你好像有些 今天最更新的數字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我分享這個數字之前 其實我想介紹一下給大家 大家如果知道 John Hopkins 其實是一間很出名的醫學院 在美國 他們就有一個網頁 就是現在給大家可以看到 每個國家發生在哪裡 還有它有一個地圖 大家可以看到 每個國家 每個地方的進展 那 由我出門口之前 那十兩分鐘 那些數字都已經改了 那我相信 現在可能都不同了 現在總共全球 是證實了 傳染了這個 Novo Corona Virus的 是34824 那這個是可能 十幾二十分鐘之前的 那死亡人數 也增加了一點 就去到723 是全球性的 那 好的消息 Alex 就是 全球是 復康的 其實也有 二千零三百八十人 那就是說 這個數字 也不是說 太悲觀 但是 大概有六個百分比 那就是 但是 在這個傳染性的角度 你在它的網頁 其實看到 就是 那個速度 都比較快的 那有另外一個網頁 也有說到 就是類同的數字 但是它有多個數字 就是 正如Michael 可能有些地方都有的 它大約 就是有十四個百分比 是 大約 有四千八百二十六 單 其他那些 希望是康復中 那 Anna 有沒有補充 或者Jeff 沒有 那如果沒有 不如說說 我們有些大題 因為這些數字 已經很驚馬 很驚人 我只是想說 今天 就是 加拿大 那一百六十三個 在武漢 Evacuate的人 今早六點半 已經飛到Trenton 他們會 加尼十四日 之後 再出來 不如我們 這些數字 我們每個星期 都一直轉 大家希望 去John Hopkins 或者其他網頁 確認一下 這些數字 大家可以知道 真正的數字 但是這個好處 就是馬上看到 mortality rate 就仍然是排在2.1的水平 2.1% 上個星期2.2 有少少改進 那當然 就是有幾種疫苗 就出來了 一會兒有些時間會說 那大約 就是有十二組人 就在做疫苗 全球 已經發布了 專門為2019年的NCOF 做疫苗 甚至乎 有一個隊伍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否在英國 我忘記了哪個隊伍 就是四月 就已經開始 可以用別人來試驗 那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 挺好的說法 那Jeff 不如說說 全球因為 這個COVID-19 這個武漢肺炎 而影響到 那個Economy的情況 好嗎 OK 其實這幾個星期 我的心情都很沉重 因為始終那麼多人病 以及死了那麼多人 跟著說錢 覺得好試繪 那樣 但是始終這個 這個角度 如果你知少少 對你來說 都會增加到 你對這件事的了解 那我就看到 S&P 標準普爾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或者有些人叫做 標準普爾信用評級機構 S&P 它呢 就調低了 2020年對中國的GDP 那個增長率 由5.7% 調低到5% 那我自己一向 其實都覺得 這些 這個 譬如6%的 增長率 是比較 超過 其實是太高 我自己私人看 其他有些報告 它測試大約是2.8%至4%左右 即是說 當中國說自己有6%增長的時候 有些人其實暗地裡 是在它的Excel Spreadsheet 是用2.8%至4%去做 那個Growth rate 去計算那個股票的市盈率 那你自己本身就可以 調教一下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 Spreadsheet 去計算這個 那麼它還有些報道說 就會覺得 大概2020年的4月份 就會去到一個peak 即是說 病例會可能去到一個高峰 而之後就會轉低了 即是說可能疫情 2020年的4月之後就會有轉好 因此它可能會調高 2021年對中國的GDP的增長率 就由現在的5.6% 即是回到6.4% 即是說可能今年 2020年的第二和第三季 會是一個低點 你可以選擇去入市 如果你喜歡的 接著2021年 就可能會升 如果看回美國的股市 以今個星期來講 你普通的投機者 或者投資者的心態 是英文叫做 bearish 即是好像啤啤紅人 向下望 覺得市是會跌的 那個心態 但是實質上 那個股票 我們就看到 應該的估計 大概都是很正確的 但是中國和美國 都分別入市 去托高了 中國的股票市場 和美國的股票市場 即是說 如果你是怕 你手上持有的股票 譬如你今個月 加拿大人 走進銀行 問你的理財顧問 說我的RSP 今年 應該怎樣做 要不要害怕 我就會覺得 如果你不是一個 炒開股票的人 你是買開基金的 基本上你要買 一些穩穩陣陣的基金 等基金經理自己 和你去調節 然後閉上眼 繼續勤力工作 儲錢 那就不要管股票市場的波動 Jeff 向我一點補充 其實股票市場 都很多人有興趣 但是我想先說一些 全球資料 中國來說 在這一季 就不見了60億元 因為它有七成的GDP 仍然在閉上 農曆年是放多一個星期的價 所以影響是挺深遠的 而且它控制了全球 即是那些交易 即是很多數目 但其中它提升了一個 40%的數字 就是會提升更多的 會延期的 所以很多Retail 大家買的那些Mask 很大程度是Main in China 可能只有三四個星期 才可以收到 還未定 是的 因為工廠的工人 他們還回鄉下 探親未回來工廠開工 而有些文章就報道 就算他回來了 你想不想這麼多員工 在工廠裏面做事 會不會互相傳染呢 是的 其實除了中國 大家都知道一定是重災區 它這麼大的經濟 佔了全球17%GDP 在程度上 將優惠區或元素推慢 但是沒有辦法 但是澳洲也舉手 他們手劏其衝 因為它其實在中國 對它們帶來 大約50個Billion 即是500億的收入 它有340億 即是34個Billion 就是國際學生 其他有16個Billion 就是旅遊 全部都停頓了 因為你知道 很多國際學生 回到中國農曆年 很多都是這樣做 所以可能很多 也影響了他們回來 澳洲那兩個數字 我和你計算了 原來澳洲的總共GDP 是有18,900億 即是比加拿大高一點 是的 剛才你提到的 教育環境 有340億 如果將340億 除18,900億 你會發覺是 1.8%的GDP 但是它吵 因為這個 其實它對它們的國家 就是surplus 很重要 所以在經濟效益 可能它舉手 就是收湯其中 另外一件事 就是旅遊事業 是有160億 如果你將160億 除18,900億 就是0.85%的GDP 即是說 旅遊業是澳洲 0.85%的GDP Education 就是1.8% 為什麼要看這兩個數 因為原來它自己澳洲 儲備銀行的央行行長 Philip Lowe 竟然還可以說 2020年澳洲的經濟增長 有2.75% 這個是扣除了 如果沒有了0.85%的旅遊業 以及1.8% 即是所有的中國學生 離開了澳洲 剩下都還有2.75% 當然我們覺得 不會所有在澳洲的中國的學生 都會走光 不會完全沒有中國人去澳洲去旅遊 所以澳洲2.75% 我們只是過了之後才知道 能否走到這個 其實Jeff 我是計數的 所以是稍微糾正 我相信你的資料正確 但是160億 除以1萬億 是1.6% 對不起 我是不是計錯了 0.85% 接著300多億 除以1萬多億 應該是3.5% 真的? OK 所以 讓聽眾知道 其實影響不是0.85% 或者1.5% 是去到加上 是差不多4.5% 是一個 其實剛剛Elle說得很清楚 一個國家的GDP 有一個常規GDP 有一個叫做 Bonus Greyfee的GDP 這個就是Greyfee 它就是靠這個GDP 能夠令到國民 或者在國防方面 在其他醫療教育 增加撥款 可能就靠這些 相對來說 平均的收入 國民的收入 是高於加拿大一點 GDP 人好像比我們少 但GDP高於我們 所以這些就是 他們做事的方式 當然旅遊市 在澳洲 都是很厲害 我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加拿大那麼厲害 加拿大其實也很多人 喜歡過來 其實澳洲和加拿大政府 經常都說 澳洲和加拿大很相似的 經濟體系 但是澳洲和中國的貿易 是加拿大兩倍的 所以澳洲的影響大很多 所以現在我們回頭看 加拿大的人說 我們不進取做生意 原來中國有事 我們也是比較少 因為我們不是那麼依賴 相對來說 所以不要把所有蛋 放進一個籃子裡 這條道理是永遠走得通的 說完環球的影響 不如說一下 帶回到地區 地區 最近的生意都很傷 尤其是唐人街的餐廳 有些比較出名的 都說少了三成生意 其他的都不用問了 待會我們稍後時間 下半場 我們會重點介紹 有個叫Asia Alysses 但在面前 Anna姐來了 她很多事要順 順便順 順便順便順便 有些什麼 可不如提一提 一些中美貿易戰爭 好 先說了 給你三分鐘 特朗普已言兩署 昨天星期四 和今天星期五 發生了兩件事 我覺得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星期四 中國說 原本他有75億美元 美國的產品 進入中國 當時 中國是要收關稅 他將這些關稅 調低了一半 就收少一點 另外 昨天星期四 Toyota車廠 原來在中國 是有12間廠 全部都關閉了 Toyota自己 就說 開始會真實看 如果我再以後 不在中國 要靠中國做它的部分 要去其他國家做 要去哪幾個國家 這件事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特朗普 他在美國和中國的貿易戰 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要打斷了中國的供應鏡 讓生產不會依賴中國 去做所有的零件 令到很多事業和行業 要停產 但反而現在這個 Coronavirus 是令到車廠 還有一些 即使我們Canada Goose 今天都出來說 可能有一個 earnings的 warning 因為會有這個病毒 影響了它 反而這個全球的生產鏈 不是因為 美國和中國的貿易戰爭 竟然是Coronavirus 而你可能聽到 習近平和特朗普 昨天或今天 視乎你哪個time zone 聽了一個物體 我估計他們可能 會下個禮拜繼續去托市 即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炒股票的人 我可以覺得 即是如果市是跌的時候 我會有信心 Uncle Sam和阿爺 會進來討一討的事 所以說 一危邊有一家 這個危機 令到很多人醒覺 除了經濟之外 很多家庭都多了團聚 因為每個人被困在家 其實搞到家庭關係好很多 不好意思 剛才這位 我們還沒有介紹 就是我們關上的主持 Ben Leung 梁萬邦 他風塵薄薄 近期很忙 忙到現在天氣冷 掌鬚 保暖 Anna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有什麼 和大家分享 你剛才說到家庭團聚 我怎樣都要興奮 家和生活是一個家庭服務機構 中國人有一個雜性 或者在安省的華人 有些是第三、四代移民 有些是剛剛移民了不久 在這個情況下 會有某一類人 現在的機動力比較多 剛才經過中國新年 會有多一些 我們說 是 screening positive 的遊客 就是我剛剛去完 受影響的地方 回來了 因為這些旅客 加上 Coronavirus 最近Alec的詞語就是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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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種族的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 或者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我們 其實一個是一個病毒 我們不應該把那個種族 說成一個病毒 也不應該把一個病毒 說成一個種族 以前是歐洲的小狗 HIV 也說是非洲 其實有很多日本的患者 只不過是有一個來源地 或者是那裡你第一次發現 不是等於那些病毒從來都不想說 也不是等於那些病毒 只是關於某種族的人 我們可以提醒一下 病毒不等於種族 但是同時也因為病毒不等於種族 就是infection control 就是預防工作 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的責任 無論你是壞人或不是壞人 你有沒有坐過確診人坐過機 或者你有沒有見過去相關地方旅遊的人 所有人都有自身 以及對社會在這方面抗疫的責任 以什麼為之抗疫的責任 就是整個家庭都有關 不要說政府要做什麼 身為家長可以交通小朋友 最重要是你平時如何保持自己身體好 睡眠充足飲水 吃得健康些 做運動 吃些補充 又學會洗手 又學會什麼什麼 如果戴口罩是一個 對於現今世代來說 是一個很有效的防疫方法 我們覺得不妨戴口罩是一個正確的訓練 等於教育小朋友擦牙 教育小朋友洗臉 教育小朋友洗手 其實在教育中有 其實這件事都可以在教育中有 你不會說他們不懂得用的 所以不准你用 另外一個防疫 大家都有責任 如果我經過了受影響的地區 無論我是白人、黃人、土著 你真的經過受影響的地區 而你回到家裡 或者去到另一個地方的時候 都是應該自我隔離 14天 是保護你自己 保護你家人 以及保護你的社區 我們再提多一次 防疫不只是保護自己 不等於戴著一雙手套 從一個醫院房 洗到第十個醫院房 因為其實你是活動地 將病毒到處放 你會覺得戴著口罩是保護自己 但一天戴24小時同一個口罩 從這裏到那裏 然後又忘了到處摸 摸到自己的眼睛 摸到自己的口鼻 摸到口罩 摸一下門柄 摸一下門柄 又不是洗手洗得很密 其實你根本在想是保護自己 我們大家要記住 防疫工作國的人有責之餘 不只是保護自己 而是保護社區 就算你很自私地想 我為何要理你 總之我沒事便可以 你做了這件事之後 社區內又會爆發 又多了人病 下一次你其他家人出街的時候 他們患病的風險都提高了 就算你真的要自己想著自己 你要不自私地做這件事 才確保你自己的健康 和家人健康 這是很重要的 每次見到我都想說同一句說話 病毒不會因為你是皮膚顏色 來選擇感染你或者不感染你 所以你也不應該為自己的皮膚顏色 來決定他做不做防疫工作 又或者你不應該指責你對面的人 因為他的皮膚顏色 而覺得他有還是沒有做防疫工作 有還是沒有做防疫工作 就是個人本身有還是沒有 即是等於他有沒有症狀 他有沒有去過有關的地方 或者他有沒有接觸過有關的人 而他自己本身的個人衛生是做得不好的 這是要指責的事 不是因為他的皮膚顏色 Anna說了一件事 我想提醒大家 社區似乎有一群人相當好 她是呼籲人 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自動自動在家裡 自動留在家裡 而她們就幫忙 跟你可以買菜 諸如此類的事情 這個網絡有十幾個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質疑 其實華人社區不要經常覺得 如果你很怕別人會有些抗爭 別人會用什麼眼光看你 我們其實身為加拿大人 本身是自己有責任去做好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自己沒有做好 而別人提醒你的時候 是因為你沒有做好 因為你和那個病毒 你那個病的症狀 或者是你的旅行歷史 或者是你的社交歷史 或者是你的社交歷史 和病毒有關 不是因為你是黃色 其實我聽到很多人 仍然到今時今日 對於戴口罩這件事 也有很多問題 尤其是家長 可能有些醫療人員 當然他們可能在前線看慣慣 他們可能知道的事情 比一般人多 但是始終這件事有個心理壓力 每個人對那些資料 對於這個系統的安全 那個感覺 或者舒適的地方 是不同程度的 如果他真的覺得 戴口罩 或者他覺得那個動作很重要 但是現在政府 不鼓勵甚至乎 前一陣子就說不讓你戴 但是後來他轉了字眼 比較容易 但是我聽說 好像有些社交人員 也有這樣的問題 說不准做什麼 是否真的這樣 這方面我有親身經歷 除了你說 有些小朋友回家 拿了一封信給父母 就是我去學校說不准我戴口罩 或者有個小朋友戴了口罩回學 別人要他除了才讓他繼續上課 否則他要回家 我又會覺得 如果你認為 你沒有權利去強迫別人 自我隔離14天 就算他是同機 是有確診的人 你又何來有權力 令別人不戴呢 如果你試試跟一個穆斯林的女人說 你不准戴Hijab 一樣 我認為是一樣的 這是我個人意見 另外日本很多百年來的文化 本身自己有傷風感冒 但是一定要上班 或者一定要外出的時候 他們本身就是會戴口罩 我又覺得 保護大家 身和心都要保護大家 我這也是明白 但是會不會因為我戴了口罩 會令別人很害怕 所以令我戴口罩的權利 都不會比 我都有點過分 因為我們可以剛才阿力這麼說 是不同的環境 需要做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們在急診室 都會明白 不會抵抗 醫生需要戴口罩 甚至煮廚房 煮食 一定要戴手套 一定要戴手套 也不會有人抵抗 但其實很多地方 會有很多高危的人士 甚至他已經告訴你 我會聘請他回來 然後他亦想說 我要受你的服務 但是我都希望戴口罩 我都希望你的員工 在我面前都戴著口罩 這件事 我想我們五位在座 都不是醫院工作的人 所以我今天 很幸運 跟了兩個醫生 做了兩次的節目 都是說戴口罩 他的理念和觀念 其實跟我們所說 現在很有出入 他說醫院都還戴口罩 如果你沒有病 要不就又去急診室 坐在那裏戴著口罩 否則麻煩你脫下口罩 在醫院 入到醫院 現在也是 醫生也不戴口罩 在急診室 所以口罩是一個文化 戴口罩是一個文化 而且我跟護士 上星期二在電台節目 也做過 跟護士說過 戴口罩不代表你 百分之百可以 沒有人覺得是代表 亦不戴口罩不代表你 所以戴口罩是一個個人的選擇 如果當我選擇一件事 令到有人產生不安 或者有人他的不安 令到我都不安 那就由戴口罩的人 自己決定應該怎樣做 我們不需要說戴口罩是對還是錯 所以我們不要說權利 我是有權這樣做 但是這個權利令到你身邊的人 很詫異、很不舒服 這個權是否我一定要行使 亦都是雙方面的 不安就是來自 你可以是來自 the beholder 亦都可以來自 the doer 那個人覺得自己很壞 因為我自己已經被敏感到 整個鼻紅了 我都不想你見到 等於有些人的眼睛傷了 會打黑超一樣 是會令到別人受影響 但去到哪個位置 會不會 創傷有多大呢 即是你坐在我旁邊 如果我戴了口罩 你坐在我旁邊 但我沒有在你面前咳 但你見到我戴口罩 你的創傷有多大呢 我很害怕 如果我除了我也害怕 我會有病 其實戴口罩的人 就承認身邊的人是帶菌的 即是未審先判的 這個就是文化差異 因為在西方的文化 就是沒有判罪 他不會有罪 但戴口罩的人覺得身邊的人 會帶給我菌 所以我自己要防止這群人被菌 因為這群人都是帶菌者 有機會 這個就是那個 麥克林 我今天也是跟我們公司 Chief Medical Officer 他那個意見和你一樣 醫藥界來說 如果你沒有病 其實是不需要帶的 其中有一個原因 為什麼你這麼說 就是你很多時候 留意到那些朋友 戴著口罩 是不正確的戴法 反而是更壞了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戴口罩 左右邊是通風的 當你打黑癡的時候 你平時是可能會向前面去 但因為你封了前面 現在那些力量 向側邊更猛 因為你的風 是收縮了那個去到 所以你噴出來 左右的人更厲害 而且他又經常不悶 又經常摸 感染度也大了 剛才你也提到 就說適當的洗手 盡量多些 其實提醒大家 就算你是說 用那些酒吧 去洗手 其實 蕃茄水 都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沒有機會 用到水和蕃茄的時候 那當然 有些酒吧 也好些 另一方面就是說 剛才說到正確戴這個口罩 很重要 因為我們見到 有時在茶樓 工作人員 他就 只是蓋著口罩 不蓋著鼻 蓋著鼻 或者竹邊 就打上去通風 所以其實 如果不正確 反而可能覺得更差了 但也剛才Benny提過 現在目前來說 這個界 就說你沒有病 其實是不需要 沒有這樣的需要 第二就是不要隨便 在這個情況之外 周圍去擦眼 擦鼻 因為很多時候 將手上的菌 帶著皮膚 從那裡進去 所以盡量不要 其實我也想分享一下 我是坐高鐺 我不知道是否有特異功能 我發覺 我感應到 可能那個人有菌 因為會有點臉痕 今天就有一個 她不是戴正規的口罩 她是戴那些普通的 不是N95那些 她旁邊 我站在旁邊 一走近一尺 咦 為何痕了一些 我馬上走 走回頭 以後和她出街 就會安全 你痕我們就算 是 Anyway 我們現在去一去廣告 回頭 我們應該可以開始一個話題 比較正面一點的 就是Asia Research OK 我希望不要只講Asia Research 因為Asia Research 是這麼多種 現在會幫 是的 很多東西在做 不是 我正在做很多 你坐一隻 你坐一隻 我想你們做個Special Cut 專講這件事 等著Jeff跟你做個Cut 是嗎 我們不要只講Asia Research 因為現在在社區 是很多很多東西在做 Asia Research 只是這麼多人 其中一個 誰只是幫餐館 誰幫剪頭派那個 零售 誰幫零售 誰幫超市 其實很多人還有很多東西 誰幫剪頭派那個 誰幫剪頭派那個 沒有人肯幫我剪頭 所以就這樣 找兩個人 是啊 我媽媽以前是用火炭的 雞毛 用火來燒 像豬手一樣 噴一噴一噴一噴 這樣就可以了 你坐過來 她摸著你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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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我不說的 你坐在那裡 你不說 我們出去的 坐在那裡 因為真的我不想是 我自己是 Asia Research 那天是我出來搞的 我搬了很多碼出去 但是我也搬了很多碼 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不想只是說一樣 但是拍照好像不是你拍照 為什麼呢? 不需要我拍照 後面的 她跟我一樣的 不需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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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扯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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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扯旗 我傳播 我看不到你扯旗 我不喜歡看 我們也不想知道 我扯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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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是萬錦士 扯旗 扯旗旗 我們這些精彩有什麼所謂 我們不是一個 我們是不外出的那些說話 那些是家國生活 你知道我的樂隊是選友 沒有辦法 我不是選友 我選了自己 我不是選友 恭喜 大家回來我們下半場 剛才下半場就談了這個Coronavirus 對經濟 和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 我们接着也想介绍一下 究竟在我们华人这个社区里面 有什么可以做到 去支持我们的零售业 餐饮业 因为现在生意真的比较差了很多 或者我又跟Ben开始谈谈 看看究竟我们事实上是做什么 其实明眼人 今时今日出街都看到 很多由华人经营 或者华人集中的地方的零售业 都少了很多人出现 平时排场队等位的 那些人都不做 其实我问过那些人 为什么会不去光顾一些华人去的地方 他说我不是担心 那个食肆或者那间超市 是不干净或者骚髒或者带菌 我是担心因为太多人去 而去的人呢 我假设他有机会是不自律 他们可能去了一些病源源源头 没有自我隔离 所以是有机会带菌 所以这帮朋友们 个个都带了未审审判的 那种眼光 就说那帮人是有机会这样 所以我就不去跟他们围影了 我就会 机会小很多 所以 这个是大家明白的 这个是理解的 那我们有个很好的参考 就是2003年 沙士的时候 十七九空商场 有很多企业 很多华人的零售业也都收拾了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 全部也都起了身 那今时今日 华商经营的困难 是不是就是因为 今次这个冠状肺炎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只是其中冰山的一国而已 整个华人的竞争 仍然要去竞争 以及今年的新年 这么早就结束了 而且这个病态发生在新年期间 就是因为很多时间性的东西 使得本来已经淡薄的 华人的生意 是雪上加霜的 所以现在我们出来帮忙 大家希望帮到手 大家也有点矛盾的 就是说我们鼓励一些人出来 是不是就等于送一些人去死呢 我们鼓励你出来 我们半家车来吃饭吃完饭后 癌了病 那就是说 你们一帮人在背后做一些事 有阴谋 为了做生意 为了达成一个经济的效益 罔顾 有机会患病 如果真的有人去吃饭 或者去你的消费 而产生了大多病 那这个其实在后面 一帮很深的华商 或者商会的人 都是有担心的 那其实现在是否只是 餐饮业售影响呢 或者我们可以说清楚一点点 零售业都是有 在哪一类型的商户售影响 其实因为同一个道理 就是有很多人 连商场都不敢去 就是因为怕很多人在那里 人流 也避免了去 所以所有零售业 其实大部分都是有大影响的 大家看到在过年期间 很多宴会都因而取消 很多宴会取消 都抱着有不同的原因 最贴使的原因 可能是买飞 买都不如理想 乘机cancel 第二个就是 因为政治的考虑 就是说 很多国内来的团体 都将宴会取消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在里面 普天同庆的时候 我们的同胞 身心受苦 怎样庆得乐 怎样庆得乐 亦都有一些人 就是为什么会不搞 乘机缩水 有很多银行保险公司 他们每年有很多派对 现在不用做省一大部分 或者没有了贊助 很多原因 没有做 而很多华人的食股 当时他们都没有收足 现在他们都看到 不做的原因 都是为了社区 所以他们都不去追随 订金的未熟 所以有很多饮食业 现在是身身受挫的 其实我在丹他上班 我今天先跟Tommy 有去Eatton Center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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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说的 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在担餐工作 如常 生活都不断 如果你去到那些 比较主流的社会 其实那些市场 你会见到更多人 当然 马尔·马尔·马尔·马尔 就是华人 现在市场非常坏 就是马尔·马尔·马尔·马尔有49% 那里相信 工作是 evak 现在也是近期才更有少 但其实有时候也不怪得的 安娜姐也说有时候有些人 安娜姐也说有时候不知道这个是否刚刚遇着个杠杠 譬如我去到马尾摩,我去到厕所 看到个牌,就是教人洗手的中文牌 是跟普通牌的英文字的洗手包三倍 其实这个情况有很多GTA的食肆都有 可能是因为有些老人家,眼花 但眨眼看来,你是会很不舒服的 所以其实那些未必是种族歧视 只不过,你看起来,搞什么呢? 为什么只放一个华人的洗手牌 然后旁边就有个英文字,三分一的尺寸 这个我觉得纯粹是因为那些老人家太多 所以大家不需要惊恐 但是回来说,主流社会完全没有问题 我没见过一个主流社会的人戴口罩 甚至乎南亚裔都没有 似乎这个片子是华人文化 所以有时你觉得,Bang说是一个习惯 一个文化 其实真的,那种恐惧 还有我们在最近很多场合 无论是全部都分析过 因为我们手机上 我们跟华人拿着WeChat WeChat的信息大部分由亚洲来 他们全部代落了 百分之百,照单全收党 这里是加拿大 就是发生同一样的事 甚至有些人将在WeChat里面所说的形容 当了是加拿大某城市 某社区发生的事一模一样 焦營焦升 我今天很不礼貌地在网上 在很多群里面都说 麻烦每一位在转播任何一个讯息之前 核实来源 广泽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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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因为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WeChat或WhatsApp 很多时候在分明不法哪个地方 找到有人提议一件事出来 那些人就当真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真正的病毒更多 这种谣言传送的方法是比病毒更快的传送 这个谣言的恐慌对社区的影响是比病毒更大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是要负责任 你很热心热诚 但希望用你的智慧去分析那段讯息才再转发出去 其实我也想呼吁一下 也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餐馆业当然比较多 竞争亦都比较强烈 所以如果生意不好 其实可能会有些是倒闭的情况 但回来说 华人亦都对这件事情 虽然是HIGH FULL SEASON之前 敏感度太高 敏感度太高 其实我觉得 VIRUS在加拿大 开始有一两个Case是人传人 例如VC的第五个Case是人传人 而Toronto还没有 相对来说 最重要是你自己身体的营养系统 尽量增强 意思是多洗手 喝多水 休息 最重要是充足睡眠 其实Life goes on 个人卫生做如何 个人卫生 我回到家 我现在也改了个习惯 这两三天开始 回到家什么都不理 洗头洗澡 全身 是的 我也有做这件事 所以尽量加上 可能就要日日洗一下自己的背囊 因为我上班带背囊 这个是循序渐进息 习惯要27天才改变 但是我觉得 大家如果觉得 精神没什么问题 也充拍体力 週末也要买菜 未必需要约朋友 因为可能未必有空 就帮助食肆 但是如果再说 觉得胎味不适合 deliverer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不是无所谓 说错了 所以其实我们这几个星期 都相对来说 是有买这个deliver service 其实比普通店铺贵一点 但是其实也挺享受的 所以不要忘记 支持华商或者小生 因为如果他们收拾了一粒 你就少当好东西吃 是的 其实刚才说到经济 我昨晚也有 特别去外面酒楼吃饭 随时是自己的店铺 随时是自己的店铺 是 没错 随时是自己的店铺 很可惜 一间这么大的茶楼 只有三台人 数到二三十人 但是大家要看回经济 就是说 由一个恐惧的起点来看这个情况 我们很多亲戚朋友 可能在这行业做的时候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维持下去 是他们会很快失业的 所以不是刚才阿斌提到 是不是老板想据一些人花钱 但是这个是循环的 因为他们要有生意做 才可以聘请到那些员工 那变成大家亲层擠入里面 可能很快会失业 其实我说简单 实际的例子 我自己以行动支持 就是我已经决定 不在家煮饭 决定就是出去吃 你决定你一向都不在家煮饭 我们也决定 你会慢慢请我们出去吃饭 不介意 一会接我一起吃宵夜 我们找一间还开的青山宵夜 其实我在这个星期 1月31日 就是Winterlicious 加拿大 多伦多 其实除了多伦多之外 温哥华其他各个城市都有 我已经订了很多不同的餐 但是我决定了 将所有订下的餐全部禁止 我只是去光顾中餐 这个星期 因为我想真的 看看不同的餐馆 本身他们面对的艰苦的经营 从而我啟发到 真的去到星期上星期 就像星期人那样 去台仁街一间面铺 八张桌里面有七张 是非中国人 非亚裔人 有七张不是 一张就是我 一家三口 坐一张桌 我觉得是 这个很重点 其实是否我们 华人太敏感 因为我今天也是 特别要出去外面 午餐饭吃 是一间 华人开的日本餐馆 就是 好生意和平时一样 因为它的客户 不仅只有中国人 所有附近的写字楼 每个人都出去一样 照顾和食物 今天下午 就是一间慢感的日本餐 二楼的 慢感的日本餐 亦都发现 九成都不是中国人 是的 我说只有两台 三台是中国人 是 或许我们可以 谈论心理学 如何都要带回家和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 华人在这件事上的恐惧 特别多 因为固然是2003年SARS的症状 如果他们现在 在这个精神状态之下 甚至有很多移民 他本身有家人 有受影响地区 他们现在的精髓状态 和情绪已经很差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不要再给他们加上心理压力 大家像Ben哥那样 不要传一些 不知道是否真的 另外就是不要指责他们 我们可以劝语 我们可以鼓励 我们可以教育 什么叫做 真正确认 什么叫做 personal hygiene 我们教育这些预防 避免的东西 但就少点指责 没有了 怕什么 没有胆 那就更加害怕 吓到那个人 真实的 他怕是真的有理由 将加拿大整个环境 譬如说 因为我们 在亚洲 是公共交通为主 在北美洲 全部是自己 自驾为主 例如在慢感 当然 在大公司工作的力量 就是要搭单餐 我们没有机会在大公司工作 电梯都搭少很多 我们就唯有 走着街上 走着单车 所以不会有担心 出带口罩 再说 怎样可以帮到一些华商 在星期二的时候 我们就 一班朋友 特别餐馆会 决定想起 不如将他们会员 所有的人 就带来 然后用一个网站 宣传他们的特色菜式 然后如果有特色菜式 也可能有送一些 coupon 或者有一些减价 但是问题就是 大家如果自己用减价 吸引客人 其实在加拿大做中餐的盈利 利润已经低到很低微 如果再减价 割喉息 在哪个死先 这个减价我是不赞成的 所以在不赞成减价 我也搞了另外一件事 我最近得到很多友好的支持 政客 大的机构支持 在下星期 将会有一个很大型的 就是你去任何肯 乐意参与这个活动的零售业 只要帮衬超过50元 你就可以拿一张抽奖券 这张抽奖券 里面是会有很多很多奖品 3月31日就会开始抽奖 1月24日开始 3月31日就完结 包括两张全球任务 你说去哪个 Air Canada的机票 也有1000元1000元的利是封 给大家 只要你给你一封利是 大家带你 等你去帮衬 到时到后中一奖 大家可以去分享这个成果 但希望大家就是说 在消费之前 如我们刚才五位所说 就是你的健康是第一 帮助加拿大经济是第二 你千万不要用你的健康换取经济 你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这个不是Asia Latest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叫什么项目 这个项目叫做 Support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支持华商 就是这么简单 是华商总会搞 得到省政府全力的支持 我们会和省长到处来吃饭 约到省长了 你们哪位收庆和省长吃饭 一起约约 我们会在下星期开始 去不同的餐馆 光顺不同的超市 然后希望我们这个抽奖的活动 是可以带起到大家 是啊 在家里蹲 总不如出去吃饭 因为其实现在吃饭也不用怕的 今天我和医生谈 他说 这种菌 在三至六尺之内 最强的一种就是六尺之内 不够三个钟就死了 若那些三尺之内就去不了了 如果现在生意这么差 就去吃饭 和人说 麻烦放我远一点那张桌 基本上 那些菌旁边打黑 其实是可以避免到的 所以其实是可以避免到的 其实现在有没有数据 就是说 14天吸收庆的时候 可不可以传染呢 我们说了很久 现在好像不太清楚 或者Michael 你有这些资料 其实这是一个很新的病毒 今天和两位医生 今天和刘炳淳医生 和李向隆医生 两位在两个不同的节目 都谈过这个问题 在他们的医学界眼中 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病 这是一个普通道 再没有普通的病 在加拿大说的例子 很重要 是不值一提的 还有想提回 我开始的时候 已经有来来提过 其实Coronavirus 本身 是一个群组 是有很不同的 这次2019年 叫做Novo Novo Coronavirus 那变成了 就是说 等于以前 H95N1 那些 是变化的 其实 这个不是今时今日 发生的事 加上 刚刚今天看的研究 说全球 Coronavirus 总共有92只 然后大部分 都是由马蹄蝙蝠 Ossous Bat 这个核心的看法就是这样 但其实有一件事 我们看到的研究 就是说 其实Global warming 现在出了事 是 Global warming 在Tibet 在西藏 做了一个研究 认识了32种病毒 其中有28种 是15,000年的 Zombie virus 它们走出来 所以其实这件事 就是要大家留意 因为 其实现在全球的Global warming 使得有些地方 比较干旱 比较少了水 一旦有温度 那时候 就是令有些VIRUS 容易生长 就是某类型 对吧 譬如 好像Coronavirus 其中一种 是比较低的 就会生长 回来 SARS SARS 就是第二次 看哪一只 所以 你会在Global warming 有些地方 是会有些病犯症 就比较容易 产生出来 所以那些Pathologist 就是那些细菌专家 其实已经积极 看一看 如何处理 所以环球加下 我觉得 如果那些学生来说 BioTech 可能会是将来 一个很重要的命脈 希望这些研究 如果是做个研究 不忘初衷 最重要是如何救人类 而不是做成细菌战争 这就是大家要担心 亦都要审慎乐观 处理面对这个问题 我想拔开一点点话题 就是说 刚才提到 这个菌在加拿大 虽然都是 只有七宗 但是现在 企业性来说 亦都呼吁自己的员工 就说 若你是去过某些地方 回到来的时候 都提议它 在家里工作七天 但是有些 亦都可能会是 过分了一点 就说 如果你家里有人 从那些地方回来 你都要自动隔离 变成了 如果你的家人 多几个成员的时候 可能你两三个月 都不用上班 那不是挺好的 最重要是 在家里可以做到工作 这个隔离 其实这个政策 这样提 我觉得 在我 如果我的员工 我都有一样要求 就是说 除非你这个隔离的家人 好像我有朋友 他要隔离 他要隔离 他首先 早上设计了他的家庭 下面的家庭 他隔离 他就住了家庭 他家里的老婆子女 是不跟他在一起 十四天都不在一起 只可以在门口放些饭 开个洞 等他拿出去 坐牢 也有朋友 他说明 他父母 他说明他父母 不会上楼上 完全 所有十四天生活 都在庭 因为他不可以阻止 他的子女 孙子和子女的上班 如果是这样的隔离 是正常生活 不能阻止 但是 我也有伙计 跟我说 如果家人回来 没有地方分开 我就说你不要回来 你都隔离 如果你和他一起生活 你都隔离 你工作在他家做 所有在家做 譬如现在 我公司隔离 我说明 如果你过去十四天 不在加拿大 我不管你去过哪个地方 只要你不在加拿大 或者你过去十四天 曾经接触过患病的人 你都不要入我社交流 我不管你是曾经去过什么 你说十四天 你不在加拿大 而这个证明 不是由我证明他不在加拿大 而是由他证明他在加拿大 是的 所以说回那个点 不是因为你是皮肤颜色的人 是因为你去过某个地方 我们可以再退一步 如果本身你是那个女客 或者你家人就是那个女客 你不需要别人叫你 你都可以做 我们自己本身家和有员工 其实最近有三个都是受影响的 他们在这个期间 不去过受影响的地方 而又回来 我都不用说 他们自己说 我几个日子会下机 这张就是我的逛逛 我接着会十四天后才上班 即是如果他是自己批判人 那时候上班才开始计终 如果他是按照价值 那你就让他从家工作 即是身为一个副雇主 有时如果要别人提醒你 也不是racism 如果要自己肯提出 更加是一个模特性 但是我也希望提出一点 我也听到有些华人在呼吁 加拿大应该停止和国内 或者某些地方暂停这个空航 但是以今时今日的世界 他不直接在中国或者某个地方过来 但是他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接机 或者什么都来 所以是未必一定做得到的事 反而我觉得 政府方面 在机场或者所有入口的地方 其实做多些功夫 去测验 去观察一些到达加拿大境的人 这样反而就会比较好一点 在这一点里 其实也提到 早两天提到 在安省现在 只是做三个测验 但是国家的在马尼多巴 其实是五个的 发觉三个之中 有些人是说没事的 但是五个测验的人 是有大菌 所以现在安省政府也在安排 将三步转为五步 所以我觉得预防这方面 是比较重要的 不是说停止这个空航 就可以避免这件事 我听到很细心 我们那三十分钟 一直叫人要小心点 就是说不用太害怕 继续花钱出去吃饭 但是亦呼吁 如果你是在一个 有病区的人 回来来到加拿大的 你都要继续小心 自己自愿地隔离 是不是 我们这个是今天的讯息 是 OK 那 最后我想 给回提前一个数据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全球性 刚才我提到 是三万八千二十四个 但是 这一小时之内 其实最新的数据 已经升了 你别吓我 我们一直告诉别人 不用怕 然后那些数据 但是我想就是比例 现在是去到三万四千八百八十七 但是 其中里面 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九 其实都是在中国内地 所以 传播出来 尤其是加拿大 继续维持 只有七张 OK 多谢各位 下星期同样时间 继续收听 我们可以继续 我们现在去吃中餐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上体 下体 前体 后体 都安康 哈哈哈 是的 你们说多些 说多些 Asia Lucius Asia Lucius 就是说Asia Lucius 不许你入镜大声 Asia Lucius Michael 是我们的华商 但是在做这个事态 过程 什么叫华商 这个定义 是很艰难 所以在我们为这个华松抽奖的时候 我们就说 你觉得你的企业受传 你觉得今次这件事 令到你的生意难度多 我都欢迎 因为我很难说什么叫华商 有华人帮顺的 是不是叫华商 他里面有华人的伙计 是不是叫华商 老板是华人的华商 还是他卖的产品 是华人的华商 什么叫华商 总之你欢迎 谁参加就参加 是啊 你很难说 谁叫华商 今时今日我不想歧视 任何一个族裔的东西 其实Ben 经常令到我 很感慌 他是在社区里面做很多东西 他也是亲力去做 背后做很多东西 他背后 他不是很想上镜 但是他要说话的时候 是很出力说的 我觉得他 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理想 但是大家都可能有共同理想 都是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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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和他 我觉得都是比较小中 小中的镜头 其实 有些事情 大家正见不一 但是用心一致就算得做事 所以 我很多时候 为咬而咬很多事情 但是也知道大家的心是怎样 无论方向 都没所谓 你记不记得早期 我们一开始 Support Service Survey 接着又中医 我一声就叫他出来帮忙 那时候 真的很感谢 比如说 本国的恐慌 我是什么组织国的人 我都觉得 但是 但是很奇怪 律上就是 我的朋友在香港 他就很心急 就上网订了口罩 然后 来到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箱子 不敢开 因为很不利 很不利 很不利 他说 这箱子也是很不利 病毒 病毒 在AIR 我知道 12小时就没有了 所以我说 人的心态 是比较 阻碍性 是重大 是的 那天我说 我也是问我 我也在 上次 Wuhan Restaurant 我都说了 武汉 武汉 那我亦都 96.9 FM 96.9 我没有 听给他们 访问我 关于discrimination 我死也不认为discrimination 为什么 我没有discrimination 是 一直都是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还有一个先入为止 perception 就是我不喜欢那样东西 我终于现在找一个理由 不喜欢了 就是我们的文化 就是比较上 对这件事更紧实 是文化差异 那 discrimination 如果我播放给你们听 我用英文说 我就说discrimination 就是 当你一个人 没有办法去解释 解决 辩论 一件你觉得被人 黑得上眼眉的事 你就说discrimination 即是用不了logic 用logic 你也没有解释 你就discrimination 所以我已经不用解释 但是当你用这个字的时候 你的对手就说 你说 我矮所以你欺骗我 我说是 那又怎样呢 那就是英文都可以说的 你discrimination 因为我矮 那又怎样呢 你没得好说 所以这个字 所以我以后不可以说 因为我矮你欺骗我 所以我成绩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 是变成 不是责任的excuse 是啊 是啊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就是现在我们 stake 了一个咪 有第二个咪 本人那间agency 有几个funder 是不是 有些是在Ontario 他们可以跟我 就是我的client 和staff 我想要这样这样的 一二三十五 heightened measures 那些funder会说 不行 不要啊 你这样做是discrimination 那我们死口都说 大哥 我client说 帮我听他刚刚回来 他家人有病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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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cultural gap 是有一个实质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提出 我们就是华人公司 为华人提出 去保护华人 我那帮白人funder nobody can wrap their heads around your reality 那跟我说 我们公司 整个Ontario government 是不会有人戴口罩 整个Ontario government 是觉得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不给分别 给口罩 你要做的话 你自己要找lawyer 去cover你的ass 有discrimination的claim的时候 就是你什么 不是我什么 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 然后我就觉得 咦 如果我们有infection 的responsibility 是不是你什么 不是我什么 那你不可以本门到词 似乎要抓他 跟德霍聊聊天 其实德霍呢 我就跟他聊聊天 一起坐下吃饭 这个人是很聪明的 他很聪明的 他很聪明的 而且跟你说话 他是很舒服的 所以 跟我说话不舒服 我不知道 总之我觉得他是approachable 但是能不能做到另外一件事 我上次就是因为如此 这件事 CTV去叫我访问 是要我说discrimination 我说我一定要 它没有关系 他说因为人们是discrimination 他说你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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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理解 你可以说你 support environment 你可以说你 support 或者 support business 不是因为racism 是啊 我死都不咬这件事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入racism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不用解释的 最容易入 是不用解释的 最容易就是 哎呀我躲在他后面 我就很安全了 我身为分大不用做事了 身为教育也不用做事了 反正就是一个社区里面 很资深的social worker 是说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看回现在来说 尤其是在小中学 是很明显的问题 是因为其实 那个suttle discrimination 是弱得不得了的加拿大 是盖住 刚刚那支国 过期 万锦市之国旗 不准再升其他 其他其他原因 很高啊 就是有六国 因为你看看我 我传了一个video 下出去了 我问 为什么这么巧 同一时间 不要紧要 我的video 我说了 在public的YouTube 为什么同一时间 对于升国旗 这件事 是有强烈的反感呢 这六个人 反对升国旗的人 都是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的 什么特征 他的皮肤 全部是白色的 你在说的counselor 我支持那批民众 不是的 之前的不民众 有很多 因为有人提出一个 用了加拿大 做了他们乡下的政治纷争 拿来做战场 跟着拿加拿大人做评判 那加拿大这班议员 我跟他们说 你给省夫给你的mandate 去run a municipal government 不是去做一个judging on a political issue shut up 不关你事 这个不是你的职责 你的职责是民生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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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我也说 我今天在这个video 我是用化解 我说是在立法程度里面 不关你事 公义联盟 不知 不知 不过我就觉得 在宵夜的情况之下 很开心 是 不要再做这个事情 说 不说 好笑 笑 我先说 拜拜 拜拜 各位 我们现在要吃饭了 好 有些人做东西 我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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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和这个说一声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